我们先了解一下激光脱毛它的原理 它是基于一个选择性的光热作用原理 那么就是说你的毛发 我们知道毛发它是要分期的 一个是生长期 一个是进止期 一个是退行期 那么我们激光脱毛呢 主要是针对在生长期的毛发 它才有作用 根据我们身体不同部位 它这个毛发 它三个期的时间长短是不一样的 因此呢 我们激光脱毛是有在不同部位 它是有不同的间隔时间 那么你要达到一个永久脱毛的目的呢 就需要反复的进行治疗 通常来说呢 头面部我们进行脱毛的话呢 是需要做间隔一个月左右 进行再次治疗 那么肢体身体 躯干包括肢体这些部位呢 相对来说 它的间隔时间要长一些 那么肢体身体 那么肢体身体